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0 自我突破 整理者 心灯 赌诵者 心音 我教学只有一个方式 只要你能突破你的现状即可 假设现在你笑不出来 你只要笑出来就好了 假设你现在是出国 我只要帮助你到二国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假如你是出地 我只要帮助你到二地就好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要明白你现在的状态 看这个状态如何突破 学佛其实是心的问题 挤你的心怎么样了 第一 你为什么一直体会不到你会有这些想法的原因 第二 你的想法为何产生分别与矛盾 第三 你是否想把不好的想法去掉而保留好的呢 第四 这些想法是真的吗 你为什么会起这些念头 然后一直绕呢 我一直强调 不是修 而是认识 比如你见到鬼 你害怕了 你希望我教你不害怕鬼的方式 我是可以教你 我可以陪着你 直到你睡着 但是你醒来我就走了 你还是解断不了问题 如果你觉得没有事 那就是顿悟 你的想法一直在转 前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龙珠 你就是跑龙套的 前面拿一颗猪 舞龙的人追那一颗猪 就像狗追自己的尾巴 你前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你的理想 目标 还是欲望 还是盲目 还是无知无明 你的潜意识有所得的概念 让你的心不能止息 你何时能悟到无所得呢 假设你没有见到空性 你没有般若波罗蜜智慧 你那一颗盲目无明的心 是不能止息的 你有百思想 因为你觉得有一个有所得 有所抓的东西 让你的内在摆不平 你要看到你的心 处于这种状态才有用 否则你是不能相应的 在日常生活中 我常问自己 我想怎么样 我想要干嘛 我不见得在打坐时才问 我在喝茶散步时也会问 急 我还有没有那蠢蠢欲动的心 如果有 我会再问 那个有是什么 我跟几位同学讲过 你们常常沉不住气 在世间法成功的人 一定沉得住气 修行人沉不住气 想悟到 哪里有可能 清楚地讲出来 看出来 不要害怕 你要看出自己的问题 你的前面就是有一个东西 它触动你的欲望 让你的心不能止息 那个欲望得不到满足 嗔恨心也由此而生 如果轮回下去 便是愚痴 因为有我的存在 故有我慢 这些概念就是邪见 就是你的烦恼 怎么修 不是消除灭绝它 而是看到它的真相 你一下子就开了 看到它的真相 它就消失了 古大德曰 欲除妄想想重生病 一般人想消除 他的妄想没有错 为什么过来人说 这样是错的呢 为什么除妄想是病 你的烦恼是不是妄想 我们今天早上一路开车 看到天上有一只龙 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就把那只龙设下来 我们是三个疯子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们修行就是这样修 想办法把它降服 把它设下来 结果修了老半天 被别人骂是疯子 六族说过 本来无一物 我再补一句话 本来一切物 一切法毕竟空 一切法毕竟有 我讲的不是双关语 其实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并不难懂 只是我改一个名词而已 有女朋友 你会开悟 没有女朋友 你也会开悟 只要你懂了 有没有 你都会开悟 你若不懂 哪怕你是童子深 你孤家寡人 也没有情欲 欲望 你还是闷闷不乐 有些人信某种宗教 十七八岁就在道场 不娶不嫁 修了一辈子 却不误道 单身 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家庭 也没有孩子 已经修一甲子了 却不开悟 因为不通 你若能了解 有没有家庭也无爱 你什么行业都可以做 文厚思维 你知道你的平静 是什么了吗 心平和老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敢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敢达官师父教会 敢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